今天来到了雪城大学 雪城大学的图书馆 叫这个地方 叫Ernest Stevenson Bird Library 可以看到这个是Library Return 安静的雪城 安静的雪城大学 现在既放了暑假 又放了联邦假日 独立日假期 这个学校里 好少的学生啊 那个应该是学生 这个有点像粗野主义的建筑 就是雪城大学的图书馆 然后我们走上台阶 去看一下雪城校园的校园 今天空无一人的雪城大学校园啊 大家好 我们来到了雪城大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雪城大学的校门 那栋楼大概是admission吧 去看看 验证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来雪城大学 我也是第一次来雪城大学 以前去过雪城附近 但是没有一直都没有到雪城里面去看 今天终于来到了雪城里面去走访雪城大学 这个雪城这个大学 现在是因为是在放暑假 而且是美国的独立日假期 既是暑假又是独立日假期 所以双假期 这个地方的游客非常稀少 学生也是非常稀少 所以空无一人 第一次来这个校园啊 真的觉得这个校园的建筑好漂亮 这个楼是administration楼 但是 你是比斯麦 你是皮尔比斯 对 我在找这个方 我也在找这个 嗯 我也在找 锁门了 我也在点角度 今天这个administration楼锁门了 进不去 因为它放假 但是它上面为什么会写着natural history啊 上面写着natural history 那不是natural history 那就是 那就是那学生 据说这个是natural history的graduating school 叫里曼好 这个叫里曼好 它具体是里曼好 然后 对面弄到什么啊 上面就欧着捧着捧着捧着什么 我也想知道 这个是什么楼 应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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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化 这是科学楼 嗯 好,大家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鞋 大家帮我分享直播鞋 这就是教育的人 教育的校园还是学校团的 哇,这个楼也是蛮有历史感的 大家看到上面的石板的那个屋颈 还有上面的这些 像那个阁楼里的Dormer一样的 这个窗户 上面的Slate Roof 前面这个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建筑 文科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去看那个红楼 那个红楼经常出现在各种封面上 不是这个红楼 是右边那个红楼 右边还有个红楼 这个红楼也不错 像个小城堡 右边这个红楼超漂亮 我想去看看那个房间那一栋 那一栋 其实也属于公关局 上面有分支 往那边走 不是往我们右边走 还有很多那个欧式建筑 就是北欧风 那这一栋是什么 我感觉这一栋好像是一个 爺爺 为什么叫公民学院 哪里叫公民学院 Citizenship 哇 Citizenship 林肯像 对 可爱 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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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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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像 又入境了 入境没关系 可能我也经常入境 来我们去前面走一走 这个山坡 山坡上面有一个红房子 这个像这个叫的 来看一下这个红色的房子 超漂亮 5点 是 这个角度真的好酷 走我们上去 这个角度真的好酷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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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馆啊 ok 档案馆是这个 Junk Cross Memorial College for Wo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拍一下这个档案馆 这个好漂亮 这个建筑 天文台 白色 白色 哇,是个鹦鹉螺的样子的 这看一下 这种饮料是可以的 这种饮料的方式 我没想到 我快点去 我快点去 让你快点去 我快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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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那个雕塑 这个地儿叫Falkes College 去看一下雕塑 然后那边应该可以俯瞰雪城的天际线 应该是那个位置 看不完 我估计我们看了雪城就要去看了 还有那个艺术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不连时间 必须得去 Arena 对 对 这一个冰球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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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楼 physics building 这个是 我们到建筑学院了 那个就是建筑学院 这个是那个Hendry Chapel 这个教堂 这个是Chapelle 我们讲的地方 从前面走吗 对 从那一辆过去 不是说在北欧峰在那吗 不是在过还得往前面过 对 从那里走 可以啊 走 我们继续去前面看 都数 前面大家看的是一个叫 卡尔奈基图书馆 卡尔奈基大学 卡尔奈基梅隆大学的那个卡尔奈基 就是卡尔奈基 这个是Generable 嗯 这个是Generable 这个是Bihang吧 我可以看的 是Bihang 我可以看的 红射 这些是Bihang 的 哪里 这些是Bihang 还会看到的 你们还是Bihang 我可以看的 这些是Bihang 这些是Bihang 我没看见牌子呀 你知道吗 我看到牌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楼 这个是化学楼 Chemistry 建筑楼啊 我觉得不太好看 建筑楼到前面 建筑楼是前面那栋楼 这个是建筑楼 建筑楼是前面这栋楼 现在被封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块是艺术楼 Sheffer Art Building Sheffer Art什么意思 建筑楼是这个楼 建筑楼是这个楼 然后这个是雪城大学艺术博物馆 现在关门了 雪城大学艺术博物馆 这就是建筑楼 这个建筑楼设计的有点问题啊 你觉得它是 这个建筑楼不是它的正里面 但是它是侧里面 这侧里面 这侧里面设计的 我觉得有点问题 不太符合美学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楼了 你说这个就是北欧风是吗 这个楼就是这个白风 这个白色的房子 我好像刚才看到了 我去建筑楼的正面去拍一下 看它正面是不是设计得也很丑 对这是个学校的bus station 去拍一下这个建筑楼 前面是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然后这个是建筑楼 School of Architecture 这个建筑不错 这个建筑不错 这个就是建筑系 建筑系楼 叫Slocken House 右边是Administration House 哪个版 哪个版本 不是这个吧 这个不是北欧风 呵 我现在不记得怎么走 我刚才在组织网那边都看到了 飘着一眼 往右边一直飘着 那个是吧 哪个 那不是白色的 那个实际有点像北欧风 嗯 我去北欧风的 我们去上学院 怎么一会去北欧风 一会去上学院 这个北欧风 这个北欧风 大家看这个地景艺术 大家把这个景观建筑师 把这个地设计成了一个土包 再一个土包的 这是美国的景观设计的常用手法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模仿了印第安人的那个土丘 就是模仿了印第安人的土丘 然后很多 很多的那个土丘 印第安人会建很多这样的土墩子 嗯 我看到有人那个白黄子是 是兄弟会的楼 哦是那个楼是吗 对对 那个不是北欧风啊 我以为是北欧风 看的很像 那也不是北欧风 因为我们可能太远了看不到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破楼 那有那有那多好看的 那就很普通了 我以为是 我学建筑的应该有点 这边建筑是 没有特别可牵可点的地方 然后去看一下那个 被Bruce说到叫北欧风的建筑 我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北欧风 嗯 嗯 我表示怀疑 因为不能说不能概括北欧风 我只能概括它叫伴木结构 因为德国也有 你像那个北欧打卖恐怕你去 因为德国也有那样 哦顶啊 我把它在下面就像是砖的 上面那个事情 我因为我刚刚去看了 也以为是 但是原来那些都是 什么丢人啊 看起来是宿舍 但是也不排出 它不是宿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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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